大家好,我是學長 學長的頻道呢 是一個專門講解精品咖啡充足以及知識的頻道 那如果各位喜歡精品咖啡的話呢 歡迎來訂閱學長的頻道 我們會有非常多有趣的知識等待著跟大家分享喔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的是 之前上過的一刀流的變化型 那在我們在講變化型之前 我們現在快速的複習一下一刀流該怎麼充 好,咖啡粉要稍微細一點點 水溫大概90度 OK,然後接下來的步驟呢 我們是一口氣沖到底 所以呢是不用悶蒸也不用斷水的 好,我們邊沖邊來聊 Timer我們按下去 然後正中間的位置呢給水 然後維持一定的給水量 就是你是大水就大水 你是小水呢就小水 不要忽大忽小 就看到我咖啡粉會開始 快速的吃水以後膨脹 只在正中間最小的範圍之內呢稍微繞就好了 不要往外繞 可以看到維持你的給水大小很重要 會發覺呢我的咖啡粉會整個浮在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控好你的給水 那這一刀流呢是個風味 簡單清晰呢 對初學者來說呢是 很舒服的一個手法 然後呢 也 喝起來很乾淨 然後一直給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250左右 250左右 控制到你的給水喔 就往外繞 250 往外繞 然後呢一直繞到最外圈 再繞回來 然後呢到300CC 就 收 OK 特別注意的部分呢就是我的給水 務必一定要 從頭到尾 是一樣大的喔 不然你的風味會 飄來飄去 OK 整體時間大概是1分 15秒 到20秒之間 差不多 少人悶蒸 我們的秒數會控制到很短 那這就是我們這幾年呢 大家都很 對一到六非常的喜歡 那我們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一個 一到六的變化型 如果你已經學會一到六 那你 現在 學這個手法應該對的來說就是 架輕就熟了 OK 那我們一樣先做好準備 研磨度的部分呢 可以一樣 一樣就好 那我們就是利用呢 我們的給水的變化呢 把風味呢 往前後調整 這一點呢 是很簡單 但是呢 你卻可以喝到很明顯的差異性喔 然後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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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複習完了 我們一刀流的沖法以後呢 我們就來做變化型 這變化型呢 其實呢 就是利用 給水大小 來調整 你咖啡 後半段的風味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一刀流它的核心就是 從頭到尾 你的給水盡量一致 那既然大家都已經練了那麼久的一刀流 應該都會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改變 來調整一個小小的變數呢 就是我們150CC以後 它的給水呢 你可以選擇調大或調小 但是整體窗組的邏輯不變的喔 我們一樣到250CC的往外繞圈 這邊是不變的 但是呢 150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變小或變大 如果是變小的話呢 你的整體後半段的風味 會變扎實 那如果你變 水變大的話呢 你後半段的風味呢 整體就是走得更清爽 它的可能會往香氣多一點點方向走 那只要做這個步驟呢 就可以感覺到明顯的差異 OK 那我們就邊衝邊跟大家聊聊看 好 一樣 前半段都是一樣的 那盡量維持呢 跟剛剛的給水 剛開始的部分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正中間給水 好 跟剛剛一樣大的水 對我來說就是中水 所以呢 一直到150CC之前呢 我給水都是一樣的喔 然後這一次呢 我選擇了150CC之後呢 把水放小 做稍微再扎實一點的風格 前半段的給水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的膨脹狀況 也差不多 OK 好 然後準備了後半段開始 150開始把水 等速的放小 有看到嗎 我的膨脹狀況 整個突然不那麼膨了 然後呢 我的粉塵也不再往上膨脹了 把水放小 那放小完以後也是維持一樣的 我們就讓前半段跟後半段兩種 給水的速率就好了 不要太超過 不要有太混亂 太多種給水方法也是不好的 你喝起來會無味雜成很亂 然後一樣那250CC的時候呢 包的這個變小的給水呢 往外繞圈 OK 順順的 可以看到後 我中間甚至有點凹陷 就是 有沒有把水變小的粉塵的排氣狀況 會差很多 OK 好 200 300 收掉 1分秒數 大概1分 20 5秒左右 可以看到兩個 我們在前半段給水呢 一樣 然後尤其是 前半段150CC 我一次把我粉塵膨脹起來後 後面呢 給水變小 後半段流速呢 就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就會讓你後半段的風味喝起來呢 比較紮實 OK 那我們來試喝看看兩個的差異好不好 這兩個沖法呢 其實都很簡單嘛 那當然如果你後半段想要做清爽的話呢 也可以在同樣的節點 就150的部分 把水放大後 後半段呢 會再往香氣的方向再多 多走一點點 但是可能喝起來會略為清淡 就看你當下需要的風格 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是我們第一把 給水維持穩定的 不要喜歡一刀流的風味 風味一口氣全部出來 沒有太多的變化 但是呢 會表現咖啡豆本身的原始風味 好喝 但是呢 你要說很有特色嗎 它的變化本身呢 是比較簡單的 OK 蠻適合早上喝的 第二個呢就是 水變小的 一入口就會感覺到 它的後半段變得比較強勁 層次感是截然不同 同樣的一支咖啡豆 水溫 研磨度 甚至於手法呢 我都是走得非常接近的 但是呢 我們改變了一個部分 就是150C之後呢 把它變大或縮小 你的一刀流也可以充出一些 新的 不一樣的層次感喔 那我們今天一刀流變化型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了齁 那各位如果對一刀流有什麼有趣的變化型啊 什麼玩法啊 都可以在留言區提出來 讓學長來討論一下 說不定 你有一些厲害的手法 學長不小心就給我偷學起來 我們下次就來拍影片囉 OK 那我們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見 掰掰 發熱 發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